刚才他在心里边好像他也念叨了那个 跟韩国队双打军赛 后来这一场球输了 输了我没说怪他 我心里高兴 这个一个人的成绩又上了一届 又升华了 这个用金钱买不回来的 李明洛说还有一次 他跟我打电话 他已经在清华上学了 他说深圳有一个比赛 深圳有一个比赛 他是去年的冠军和今年的冠军 再附加一场 然后他还有出场费 然后他已经在清华上学了 他就问我他去不去 后来我就讲 我说你练球了没有在清华 他说我没有练 我再上学练书 我说你没有练 我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以为这个好像他有出场费 我说你这个是欺骗观众 你不尊重对手 当然了他垂了一条腿去打 也可能出场费也来了 后来他决定没有去 我说这个他又剩了一个档次 现在我怎么今天我老表压你了 还有一个是 以前的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快正很便赚 对不对 我女队后来我就把她改了 改过来是很快准零 很为什么呢 这个女孩子 打球来回来回打打打再打过去 再轻轻地打过去 再来哎呀高兴啊 超汉哎呀这个打得高兴啊 他一到队里来以后 对不起你一出高球你一般打死 我觉得他这一点 我在他身上说来把那个指导思想 横放得低 所以呢这个慢慢慢慢地呢 就把就把女队的那个风气啊 就带起来 所以这也是他的功能 我也给他学到的 没有听到过吧